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花费1.5亿美元 向美国希克斯基公司购买了24架黑鹰直升机 用于青藏高原地区运输巡逻等任务 要知道 被称为世界污脊的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 这里环境恶劣 空气稀薄 且含氧量低 一般的直升机在这里根本飞不起来 在80年代时 我国甚至没有一款能在高原使用的直升机 而黑鹰直升机的到来终结了这段历史 并直接解决了我军在高原边境上巡逻难 补给难的问题 从1983年到今天 黑鹰直升机已在我国服役整整35年了 期间多次承担卫星回收和抢险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就连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都有它的身影 黑鹰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它的可靠性 可能有人要问 既然中国那么缺高原直升机 而黑鹰的各项性能都那么好 那么可靠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仿制它呢 其实我国是有过这种想法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国家曾组织过大批科研运所对黑鹰直升机进行研究 目的是在黑鹰的基础上研发我们自己的全天候全空域通用直升机 当时这个项目计划被分为了三步 第一步是纺织 第二步是改进 第三步是自研 可惜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及材料加工工艺 我们在第一步就遭遇困难止步步前了 无奈之下 纺织的路只能就此中断 今年来 随着我国科研能力的逐步增强 军事相关的科研经费增加 我们在直升机方面的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 号称中国版黑鹰的G20应运而生 2017年 有网友爆出了两架G20在某高原机场进行试飞的高清大图 通过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G20的气动外形与黑鹰十分相似 这说明我国已经完全消化吸收了黑鹰的制造技术 并根据自身需求做了一些改进 苦等三十多年 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黑鹰直升机 通过研究外国武器装备并吸收为自己所用 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一直不错 曾通过许多渠道获得过许多外国先进装备 我们经多方考证整理出了一份此类装备的详细名单及取得过程 微信搜索公众号刚雨军事回复武器 带你了解我们都获得过哪些各国的先进装备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刚雨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